回到东森晚间新闻 来看台北市的这间美式卖场 竟然变成格斗场了 原来就是因为推车的关系 原来当时这个店内的客人很多 所以推车当然也多 有一名男子就不小心用推车 撞到了别人 所以双方就吵了起来 后来不欢而散 但是没有多久呢 这两个人又狭路相逢 当初呢被撞的这一方 讲了几句话 让男子相当不满 他就直接用推车撞对方的脚 所以最后呢就打了起来 现在两个人都被依法起诉 但如果是骑车撞到了流浪狗 其实呢对于人来说也是非常危险的 地点是在台南的雪甲区 三庆里呢就有女骑士骑车经过 跟路边冲出来的流浪犬相撞 流浪狗当场死亡 但是女骑士重摔在地 头部重创现在还在昏迷 还有很多的居民都在讲说 其实当地呢三年来 已经发生了25件撞狗的车祸 希望市政府赶快处理 台北市长选战 民进党的人选还没底定 但也传出因是已经帮陈时中 找好竞选办公室了 而且地点就在长安东路上 同时今天指挥中心也宣布 即日起陈时中不会在每天 固定的主持疫情记者会 甚至还传出疫情指挥官 很有可能接下来会由 前副总统陈建仁接棒 现在网友也在怒轰 陈时中是不是想要落跑 陈时中可能打算要去选举了 不过呢也因为如此 其实很明显的我们疫情也趋缓了 今天的本土案例呢 有两万八千多例 是继五月五号以来的新低点 不过呢接下来也要观察 这数字会不会只是假日效应 因为呢现在有很多的确诊者 出现了一些大家以前没有看过的症状 像是这位苏小姐跟她的女儿 21号确诊之后呢 她说眼睛就肿到真不堪 但奇怪的是呢 又不痛不痒的 就是莫名其妙 眼周肿了起来 还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那么确诊前后呢 看起来的确是有很大的差别 医生说呢 因为新冠肺炎的病毒 会造成呼吸道 特别是鼻豆研磨肿胀 所以呢这本来就会影响到 眼周的循环 而且眼周本来就显示 平均11.03%的确诊病患 都会有眼部的症状 因为很多人问说 她跑进来了会不会有猴豆呢 这是野生的猴子 从阳明山跑下山 而且这次还闯入宝衣总队 而且不是只有一只而已 总共有三只猴子 沿着墙外溜进了宝衣的防射当中 当地里长说之前就有猴子 闯到社区里面破坏花盆 这次来了一群很担心以后越来越多 甚至居民还害怕会不会有猴豆 但目前我国还不是病毒流行的区域 所以暂时还不用担心猴豆的问题 同样东西撒了满地 原来是因为莫名其妙的被机车给撞了 在高雄的这个摊位 将近中午的时候 有一个骑士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精神不济 竟然就直接撞了上去 因为他卖的都是一些生活杂物 所以货架不但瞬间倒塌 老板娘还被押住了 甚至连路过的民众跟客人也都受伤 总共五个人受伤 三个人送医 还好都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闯祸的骑士 他就把自己的车子牵好之后 就直接把车子骑走 造势逃逸 大陆暂停进口 台湾的石斑鱼 这当然冲击到南部的主要产地 所以平东县政府跟台铁就合作 推出了龙胆石斑为主菜的便当 一个要120块钱 结果一推出立刻引发抢购 好 这真的蛮恐怖的 因为凌晨在新北市的巴黎 有一对夫妻 刚好把车子停在洗车场门口 突然有人持枪威胁 甚至还抢车逃离 太太怀有身孕 那么差一点就要被载走 还好她赶快紧急下车 那么身体是没有大碍的 事发之后 嫌犯带着犯案的枪支投案 她说不小心认错了人才会抢车 但是被抢的车主表示 嫌犯当下是对着她开枪 她是自己闪过保住一命 还有很多人都在讨论的是 在之前的所谓棒球队 因为三名台中的恶少 痛殴难大声 而当时她是被打到重伤昏迷 住进家户病房 不过在今天台中地院 再度审讯的时候 这个送信难大声 她首度传唤当证人 出庭应讯的时候也坦言 现在要叫她面对三个恶少 其实她是非常害怕的 不过旁边就是妈妈 她在妈妈的陪同之下 坚持要自己出庭 为自己发声 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餐饮业都快要撑不下去了 所以在高雄的这间热炒店 他们本来是先兼卖便当 最近又转型了 干脆在中午的时候推出吃到饱活动 一个人130块 前20名还只要99元 果然吸引了民众大牌长龙 这么便宜的吃到饱 可以有什么样的菜色呢 带你们看看 不过以后呢 吃饭会不会又要再涨一波呢 因为睽違四年已经确定了 电价就是要涨价 当然对于一般的老百姓来说 小商家小工厂还有一般的住宅 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我们的物价 一定是沉沉欲动的 在刚才经济部已经公布了 今天平均的电价调幅 大概是落在8.4% 民生的用电来说 小商家是不涨价的 那住宅如果是1000度以下 也不会涨 等于夏季的电费 如果是落在7904元以下的用户 这一次的涨价 是不会受到任何影响的 但问题是工业大户 现在要调涨到15%这么多 对于很多的传产 都会有相当大的影响 也因此接下来 这个物价也有可能蠢蠢欲动 工业用电大户 可能一口气都要上涨了 15%的电费 现在有同样是用电大户的 台北捷运 他们当然也非常的担心 如果一口气涨那么多的电费 他们的成本跟营运 能够承受得了吗 因为光是这三年 他们的电费成本 大概就有20亿元了 受到疫情的影响 运量比之前大概少了3成2 但是现在的电价调涨 光是平均就是8.4% 所以用电大户很有可能 还会更多 光是目前的预估 就会增加大概2亿元的用电成本 所以北捷可能会调涨吗 大家都非常的关心 而至于高铁也表示 他们会非常关注 营运成本的影响幅度 而台铁也说 他们会跟其他的大众运输 一起考虑 从大车前面走过去 真的是很难躲过 这是在台中大度 所发生的死亡车祸 早上的9点多 这台翼影车就在路上等红灯 但是您看到了吗 这个隐隐约约的影子 就是87岁的老妇人 她想要过马路 却没有走斑马线 她是直接横越马路 穿越车阵的 而且她走的位子 离这个一影车 非常非常的近 刚刚好走到大车的前 前面的时候 这个号制就变绿灯了 一影车因为视线死角 根本没有看到这个老妇人 一起步就酿成悲剧 还有很多人问说 在这个地方露营 这么长的时间当作居家隔离 那这样不是太不安全了吗 传出这样的消息 地点就在南投的西投森林园区 很多人会来这边避暑 所以很多人都想说 既然这边空气那么好的话 来这边露营久一些些好了 所以的确有人是来常住 甚至是月租的 月租一个营位大概1万5左右 价格也还算蛮合理的 但是最近传出 有人把露营区 当成了居家隔离的住所 这样不是让其他的游客 陷入危险之中吗 但是院区 他们驳斥了这样的消息 他们说目前的长租客 大概只有三户而已 他们也不过住一两个月 加上居隔者都要通报地址 露营区是没有地址的 因此他们没有发现这样的状况 除了到山上避暑之外 夏天也可以到海边 或是墾丁享受阳光 甚至还有很多辣妹可以看 好多人都要问说这个辣妹是谁 因为这个女骑士竟然是抬高臀部 来骑车的 其实她是因为椅垫太烫的关系 大家都要问她是谁 我们独家找到本人了 原来她是一名教美人鱼潜水的教练 本人的身材真的很火辣 她说她也没有想到 怎么骑个车会被拍照po网呢 来看看她的庐山真面目 这一起车祸很意外的是 原来车子里面通通都是空酒瓶 难道是一边开车一边喝酒吗 就这样酒驾撞死了一名老妇人 地点是在花莲台11线封兵路段 这个死亡车祸原来是驾驶 疑似为了贪快 她就违规想要超越前面的游览车 她先撞上了对向车道的女骑士 然后自撞护栏再撞上游览车 导致女骑士送医之后急救无效死亡 事后警方追查 发现这个驾驶根本没有驾照 甚至酒测值还高达0.98 这一期死亡车祸真的蛮夸张的 造势的驾驶才32岁非常的年轻 她为什么没有驾照呢 因为她酒驾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之前就是因为酒驾被吊照 结果她现在还无照上路 当然造势的车子已经依法没入了 但是还是可以看得到 车上的踏垫竟然有喝完的调酒旅罐 对于这样的情形 死者儿女难以接受 他们怀疑造势的驾驶 可能是一边开车一边喝酒 酒测值才会高达0.98 他们还气愤地表示 恨死了这一位杀母仇人 高手一名刘小姐拿着精品短夹 到二手店去估价 本来是约好要用一万五来计卖 但三天之后刘小姐反悔了 她说为什么她的短夹拿不回来呢 因为双方只有口头约定又没有签约 那店家却说要等到复订的客人看过之后 不买才会退 那么现在我们也询问了二手店的业者 她说因为客人已经先付定金了 也像对方说要卖一万七千八百元 但因为刘小姐要求要加价才卖 加上他们已经帮忙把污渍跟发霉都清除 所以刘小姐反悔要拿回去不合理 同样卖的是二手商品 这一整家店卖的都是二手 但是在三重的这家二手商店 店家盘点的时候发现不太对劲 因为有商品的标签被撕了下来 掉了监视器才知道 原来是嫌犯把店里面 六十八元的标签撕下 贴到了两百元的游戏机 然后再去结账 算一算加上被偷的其他电器 店家损失就有一千八百多元 不过其他的二手商店都告诉我们说 这类似的手法还蛮多的 因为他们不像量饭店 没有办法使用防卫标签 因为成本实在太高了 所以二手店家只能自己小心 免费的停车格 结果他们既然付了停车费 那到底是付给谁了呢 这地点就是在中部非常夯的日月潭 有游客是在假日 跑到伊达绍码头附近停车 当时就遇到了一个富人招揽说 来这边坐船的话免费停车 但是游客说他们没有打算要搭船 只要停车就好啦 所以双方就开始讲价钱了 从150一直谈谈谈谈谈到了100块钱 好不容易付钱停了车 才惊绝 原来他们停的地方 是县政府管理的公有停车格 这里根本不用付钱的 后来因为理论了一番 富人最后也心不甘情不愿的 把钱退给民主 警方应该要来这个地方 依法办理吧 来看看这违规的人 也太夸张的多了 地点是在台中市东区的 新民街市场 其实2019年办理会刊之后 这里就已经改成单行道了 所以地上可是有标示是往这边走的 但是你会发现怎么这里的机车骑士 几乎逆向的比顺向的还要多 有的除了逆向之外 还会一边骑车一边逛街 这样子有必要划线吗 交控也非常非常的混乱 好不容易现在辖区的警方说 他们会加强取缔 加盟莱尔夫结果廖小姐却一场空 她当时还有特别的缴钱受训成为超商的店长 但是她指控是被吴玉锦解约的 所以害她跟加盟主的朋友赔了上百万元 要对业者提告求偿 不过对此 莱尔夫也严正驳斥强调 他们并没有欠任何的钱 反而是门市的账户异常 还挪用营收 所以现在他们还欠总公司 大概十几万元 是加盟主主动申请解约的 显然双方各说各话 再怎么偏僻的地方 都不太可能透天错 只要14万多吧 这地点就在云林 全帐有29平平均一平才4800 但是你点进去看发现 原来所谓的透天错 就是你看到的 破破旧旧的三合院古错 连当地的居民都说 这么便宜的房子 感觉有点怪怪的 房仲业者也说 14万买的可能只是地上的建物 因为这是组错 它的土地可能多人持份 所以可能会面临不可知的纠纷